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讨论军人年改的评估与冲击。 国民党立委吕玉林指控国防部的财务分析报告疑点重重,提案要求国防部退回重编,经第三方精算,重提前应暂缓审查,出席民警党与时立立委反对退回重编,双方讨论时火药味浓厚,最后诉诸表决, 此案不通过。 国防部表示将在本周五送发经经算师签合的财务报告到立院、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邀请国防部长颜德发,退赴会主委修国政列协会议, 就行政院本陆海空军军官室官服一条立修正草案,对未来我国军人退赴制度之评估与冲击进行报告并被寻吕玉林质询时指出, 国防部财务分析报告于考试院公务人员退休复序基金委员会退赴基金第六次精算报告的基金剩余数, 民国136年同时段竟有不同金额,借误差高达6170亿元,另外在民国136年优惠存款支出预估, 国防部报告为149亿元,退赴会资料则仅46亿元。 国防部长次摆红达询时说,国防部已委托第三方确认财务报告,由精算师签和,将于本周五、四日,送到立法院。 但吕玉林仍认为,国防部报告有高估与误差数值,非常离谱,便与国民党立委将启陈于马文军临时提案, 要求国防部退回重编,并找第三方公正精算单位制作军人退赴基金精算报告。 提案并指出,待报告提出且详细对外说明前,应暂缓审查行政院版陆海空军军官室官服一条立草案, 亦是进入讨论提案阶段时,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退回和刊物是两件事情, 不同意提案中要求重宁与暂缓审查等意见,要求直接表决提案。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也指出提案文字不精准,且大家立场清楚,建议直接表决。 一番发表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国民党立委林立禅提高声量控诉民进党立委不让人讲话, 不民主,主席吕玉玲见场面冲突升高,才是进行表决, 最后该案在民进党立委黄伟哲、王定宇、蔡世应、罗志正、吕孙玲、何欣纯、邱志伟与实立立委林长左反对下, 赞成者景国民党立委林立禅,江启臣、马文军、李艳秀、吕玉玲,提案未通过。 吕玉玲认为,本来提案已经和国防部讨论,突然一句话就要遵照行政院版本审查, 他觉得非常遗憾。